那现在有Winny她自己来跟大家分享她的长生学的历程 首先我的国语是不是很好 可是我要跟老师讲还是要讲国语 首先我要感谢易老师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感谢向天安排这个机会 给我遇到强身学 因为我身为一个叫内副师关节员 整个关节这个座位都很痛 船上都发炎 我最麻烦的时候就是躺下来不能动 每天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就问我 你怎么样啊 我说很痛啊 然后有一天我朋友就打电话给我 Winny 有个叫强身学的聊聊学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她就问老师 我那个朋友怎样子 老师说他一天没有来 不能来了要再等 可是我这个时候真的 我自己也没有信心了 因为我找很多医生 接着叫我回香港 他那个医生 一个月头我发了一万串一个暴病 我也去 可是又反应不大 然后她那个人叫我再留下来 可是我放不下两个儿子 我说不行 我儿子还是在结队 先回来 然后怎么讲 然后回来之后 我朋友就说 哎 还有调警站 我姐姐跟我讲 在香港听见朋友说 也是开班 我跟我姐姐讲过嘛 我姐姐也说 哎好啊 然后我去学 学完了以后 她就过了那个调警站 那个吸收 她说我妹妹在欧洲 呃 那个桌子床身都很痛 呃 回家哪的时候 也有坐那个view车的 然后她说 呃 怎么办我妹妹 她说 那边有调警站的 我也不知道 然后 她找到那个 那个老妹 C姐 那个电话给我 我就content她 然后 妹C姐很好 因为 从前那个调警站 一共只有几个 我到那边 她就跟我讲 因为一共不够 呃 她要我早一点 我们是两点钟去调警的 她叫我一点多就去 帮我调警 我当时是我两个儿子 我不能转车 我总有那个桌子走 我两个儿子扶着我去 他们看着我这样厉害 妹C姐坐下来 马上帮我调 有头 两点 一点多钟 调到下坡 两点 四点钟 当时我船身都很痛 我没有感觉什么样 可是我给她那个 爱心哦 感动 然后我跟我回去 回家以后 我姐姐就问我 打话问我怎么样了 我说我真的觉得很痛 我也不想去 因为很痛嘛 我不想走 走一步都很痛 姐姐说 五六啊 我看下坡很多人都调警过来的时候都不一样 然后我说我也是觉得这样子 可是真的好像怎么讲 去了以后我看见他们那个义工都很很有爱心帮我调 还有爱心怎样怎样怎样做 我就坚持去 然后后来我去到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开始 我的手就开始可以自己驾车 我就不要说我儿子有么辛苦他还有考试怎样 我说你不要了 慢慢积极去 慢慢慢慢 也是很痛啊 后来老师来帮我开了一个月位 我第一天 我每天下床的时候 我那个腿踩在地下 我都不能动的 我要做十分钟的运动 我才能一步一步去洗手间 我房子是两层的 我从下面到楼下 我要花了半个小时 我自己在笑 啊半个小时了我走了 然后一直在调一直在调 老师帮我开了月位以后 第一天也是很痛 老师说我开了七号六号月位 可以自己调 然后我就马上把我的手扎着我的脚 诶真的下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真的没有痛我一个脚 可是我很忙啊 我儿子要想学嘛 我要赶着下去 要做一个早点 我就一拐一拐下去 做了 他们想学了 然后第二天老师有开那个调颈嘛 我就扎车到那边 当时我们帮人家调颈 哇我的手很痛 哇颈的身体僵硬了 然后下课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讲 哇很痛 这个手很痛很痛 老师就马上叫我坐下来 把两个手放在我那个肩膀 我很奇怪 我说哇这个人家很强啊 然后可是老师也就一直在讲课嘛 把那个手拿起来 一直在讲 一来起来我那边就很痛啊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叫老师 哇这个手我要放下来 可是又不敢讲 后来下课以后 调了一边不痛啊 一边很痛 因为老师肚子饿了嘛 我也不好意思叫老师 帮我调 然后好了回家 好了自己来 我再扎了半个小时 好一点哦 然后晚上的时候 回到学全身学的时候 分享的时候 老师 那个蔡西孙就扶着我出来 本来我不要出来讲 可是我姐姐说 真的有效的话 你去跟人家分享 要不要人家怎么知道全身学 我说啊好啊 对啊 等姐姐就出来咯 慢慢 我真的 一年多了 我在全身学做 学到以后 再帮忙调整 那个全身学 我觉得怎么样 不只帮助我的身体 也帮助我的心 因为 对不起啊 因为真的怎么讲 他不只帮助我的身体 也帮助调我的心 我一直在心里面 在感感动啊 很谢谢 旁边看见很多都是菩萨 天使 全身学给我学到的 是我延伸宝贵的一副 谢谢 我们给他一个小声 我也要跟他 他的历史真的很辛苦 他很辛苦 但是今天能站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我们很感谢他 也没有了 真的在全身学到很大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经历 也是给我改变很大 因为真的 过了几十年 人生 一直都没有什么错觉的话 这十年里面 真的很多都是在考验 改变很多 但是我觉得 也是向天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调教 所以在全身学到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 好像老 老师这样子 把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手拿出来 帮助圣天 有需要的人 还有每个人都发出这个慈悲心 每个人都拿这个手出来 人人都无爱无作的话 最大的回报是什么 回报上天 要先天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学到 也最重要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发出这个慈悲心 那个净能量啊 对这个世界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在那个做义工的时候 虽然是很辛苦 调整的是很累的 真的很累的 可是我蛮开心的 所以 我觉得在这里学到的东西 真的不是一般 可以在评想学到的 所以我也谢谢姨老师 我一生中 他也是改变了我很多 所以旁边的义工 也是给我的鼓励很大 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希望你们学到那个强生学 不要浪费 真的每天去练 每天去做 真的效果很大 因为不只帮到机子 也可以帮到身旁的很多人 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是学到以后 把我们的爱心手拿出来 好吗 谢谢大家